監視器中台鐵高雄岡山站 三號下午將近兩點 本來一片瓶頸突然傳出爆炸聲 碰的一聲在電纜線處 冒出橘紅色火花 接著一陣煙霧瀰漫 聲響大到台鐵站內人員都聽到 都嚇了一大跳 爆炸前就聽到警示聲 接著趕快巡邏就發現 線道上方的電纜 居然有一個好大的鳥巢 仔細觀察 還有好幾隻的喜鹊 在巢裡飛來飛去的 疑似就是這個籃球般的大鳥巢 造成電力系統異常 台鐵人員趁晚間斷電時 趕快用長梯爬上去 移除了這個大鳥巢 隔天回到現場觀察 還是能看到好多喜鹊以及斑鳥 在月台跟軌道上飛 而這個超大鳥巢 從去年12月築巢被拆過一次 今年1月又來築 三月是鳥類繁殖高峰期 不只台鐵台電也常發生 喜鹊竹巢造成跳電 因為巢裡面通常會有金屬條 喜鹊的習性喜歡拆了再來竹 還好這次沒有造成列車延誤 台鐵表示會再加強巡邏檢視 避免鳥類竹巢造成意外 三十七位張哲雲 古福先生高雄報導